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留意一下981 在8月初的时候 公布了未经审核的中期月绩 季度业绩 其实今天会出正式的业绩 而当然之前公布出来 在第二季度,盈利增長的倍數是相當之厲害的 看回第二季度,其實之前未經審核 順利方面是按季升三倍多,按年升四倍 所以其實毛利率也有提升至三成 最重要是第三季的一個目標指引 毛利率其實目標是去到32至34%之內 所以毛利率,集團方面也預計在第三季的表現 都是持續會的理想 當然它都好像會帶回頭盔 因為始終外圍上的不確定性都可以持續增加 但見到內地方面持續會對這個晶片業 帶來一定的扶持的力度 但都要留意就是風險的因素 因為始終內地的晶片業都是被美國制裁 所以你說工藝上的一個提升能力 以及成本上其實都某程度上都會有一定壓力 我覺得可以等待業績公佈之後 看有沒有一些拋售壓力出來才再考慮 但如果你說維持出來的業績 真是跟這個未經審核的維持這個狀況的話 我覺得就大概23.8%附近這些位置 都可以考慮 目標暫時中線就看回28元 但當然若果止虧 就放回22元 穿了一些叫技術位 應該要考慮價格 目標暫時 再次見 再次見 感谢观看